大家好,我是現實 這次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獵人手榴彈 獵人手榴彈是一種比較有趣的道具 是給玩家蒐集設計圖用的 但它只有一次性 成功入火的會消失 只有在地牢裡頭 需要了解獵人手榴彈的使用方法 不然很多人會以為它是沒有用的 首先,現在都有手榴彈牌 有機器人也會提供 有機器人不足 在地牢裡頭 有機器人是可以的 有機器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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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食物都會習慣法怪打完再回來吃 用武器打完就可以了 用武器打完再回來 掛了再重找就好 一定要找撈彈的人不然會被其他怪物降 來到機會就丟他 把小怪順便變成精銀化 然後監視掉落一旁 進一塊的血量在148 生命一下的時候 就可以按出提起去 我們就拿獲得一張設計圖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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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